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网媒封传媒先前因细数北市府与登街厂商之间的纠葛,令台北市长柯文哲十分不满,下令封杀该记者,而国际非政府组织五国界记者组织30日发出声明谴责,强调不应该藐视对于台湾民主发展有贡献的新闻记者。 对此,柯文哲表示,如果记者不查证也不平衡报道,就连专业都没了。 综合媒体报道,柯文哲今日在采访完荷兰恩和芬智慧城之后受访,他指出记者有遵守平衡报道跟查证的义务,假如记者不查证也不平衡报道,我认为这连专业都没有了,不应当再去多要求其他的。 柯文哲也强调,记者有采访自由,但作为一个受访者也应该有拒绝被采访的自由。 他表示,此事件的细节等反台之后再做处理。